5月的最后一天 31号 北京仍然没有发布任何关于召开党代会的消息 除了重庆市受薄熙来下台影响 而不得不推迟召开党代会 北京市党代会也意外延期到6月召开 有评论分析 北京和重庆市党代会的推迟召开 可能涉及市委书记人事变动 其中暗藏权力和利益的交换因素 5月30号 中共喉舌人民网报道 北京将于6月完成党委换届工作 但没有公布具体日期 这意味着原定于今年5月召开的 北京市第11次党代会延期了 截至5月底 北京 浙江 湖北 重庆 宁夏五个省份 还没有完成党委换届 重庆市政坛薄熙来下台的余震还没有平息 党代会延期可以说不出意料 但是北京市为什么也要延期呢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政策博士 叶科认为 这表明中共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 因为十八大是胡温第一次对政治局人选有主导权 因为江在北京那么多年 一直都是江的这个天下 那么包括最近北京日报刘奇 对胡温其实都是处处唱反调 那么这次的话 我想对刘奇的这个安排和北京市委书记的人选 胡温是我相信他们是绝对是希望能够拿下来的 这样天子脚下才能安全 那么重庆也是一样 所以不排除现在就是各派之间的这个较力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 还没有找到大家都能够满意或者一方能够完全压倒另一方 然后选出这个人选 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刘奇出生于1942年11月 现已年近70 按照中共七上八下的政策 今年他势必退休 现在各界关注的是下一位接任人选是谁 从这个地方大员的安排来讲的话 我们感觉到胡锦涛还是在进一步的控制 他所能掌控的这个省市的一把手这个地盘 那么也是存在着胡锦涛 温家宝这些中共的首脑和老一代的那个江泽民 这个所谓血债派的这些人之间的一种利益上的交换 博弈正在激烈的一种争斗 评论员洪剑表示 北京和重庆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两地的党代会无故延期 说明派系之间正进行争夺战 北京从掌权者的政治布局的战略意义上来讲 历来作为重中之重 因为太重要了 如果掌控不了北京 而等于老超不安宁 更不会坐稳 从北京市党代会的延期 就说明了胡锦涛正在布局 还会安排妥当 等扫清障碍后就会召开 不出意外 血债派这样失去北京的战略要地 也表明血债派大势已去 现在的谈文内定胡春华将接任北京市委书记 加下证明了这一点 据报道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导操盘的18大部署 基于世代交替的规划 对新一届重要省市党委书记一把手的调整 将呈现年轻化的趋势 因此内定胡春华接任北京市委书记 周强接任重庆市委书记 叶柯认为 胡温只要拿下北京 重庆和政法委的位置 基本上血债派就大势已去 中共十八大即将到来 究竟何方人马会进入十八大人事布局 新唐人将持续追踪报道